王源有多糟淫稀啊 啊所以我需要找一个小狮子 阳光的 干净的那么纯净的一个声音 王源对 干干净的一个声音充满了天真可爱 对世界充满了幻想对什么都好奇 去年去年跟他在结合 所以我对他有些了解 他是 他就是这么一个孩子 我也挺高兴他能来 然后 配的真好 出国力量 也不具备这样的一个童心 这么灿烂的这么干净的一个童心 我的生活没不了 他一定会特别善良 会给我们的真意 从我抱我肩膀 哇 好乖哦 这笑容也是无敌 这歌也是纯净 对 来 那姑娘来接 姑娘 就两位姑娘 来 抱抱我肩膀 对吧 王源的歌很好听 是不是 他很有才华 而且我很喜欢 他有一首歌叫 骄傲 对 我只想有一天 你能为我 骄傲 然后一刚开始的那种灯光 然后王源好帅 他走出来 真的帅呆了 走出来 让你帅 我 王源好帅 谁 看待一些觉得问题的方法和方式 也相信他有能力去感受很多度的 所以不用担心太多 有的爱豆就是值得我们去追啊 就像王源 人家说要做公益 2017年他成立了员工艺基金 工艺组织 然后立刻救助了200名西藏白内障老人 总之吧 我觉得王源十四岁的时候说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爱豆 一个合格的爱豆 我现在觉得他已经做到了 从来都不是粉丝想要为他们付出什么 我们也没有做到什么 而是他们来一步一步的努力 为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的惊喜